小朋友在流冰场内练习直排轮 后面三名富人也热身玩准备跳舞 但这个举动突然吓到小朋友 他就直接拉着他 然后他刚好被拉了停下来 我就马上过去问我儿子说他讲什么 然后我儿子就说 他说不能过去 富人突然强拉男童的手 向着他赶紧挣脱 差一点重心不稳 而他的妈妈就在一旁 刚好录下过程 立刻暴怒回呛 你拉他干嘛 开始硬扯啊 就说没有啦 这是公共区域 我跟你讲小姐这是公共区域 我就跟他说 你们看到地板鞋什么嘛 你拉他干嘛 他正在溜耶 然后他就 没有就是你看他过来我们很危险 你们危险我儿子才危险吧 吃饭地点在台中弹子运动公园内 有一处专门的流冰场 10号晚间7点多 何小姐带国小二年级的儿子 去练习溜直排轮 结果一下场还没有溜到 马上就被三名跳舞的富人驱赶走 他直接拉小孩 我觉得这是家长都不会想要容忍 大陆之前有过类似的影片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 第一直觉是这在台湾吗 相信大家还是会觉得台湾 数字没有差成这样 何小姐相当的不满 明明地上是写着溜冰场 三名富人却当成广场舞场地 大放音乐跳舞驱赶孩童 事隔一天 富人转移阵地 跑到门口空地继续跳舞 不过拉手事件让民众不满 甚至引发网友议论纷纷 还以为这是大陆才有的事 会不高兴啊 毕竟你可以口头上讲 但是不用用到那个肢体动作 我应该会大声地呵斥 那个跳广场舞 都说场地是共有的 不是你自己个人的 每个场地都有它的专业性 当然如果跳舞 我们就协定说 可以跳舞的地方 毕竟公园内还算宽阔 为了跳舞占据溜冰场 甚至动手吓到小孩 任何一个家长 恐怕都无法接受 多讯人张旧安 陈太佑 在台中常报道 热血炸裂 勇者无惧 中华队加油 我是蓝蓝 燃烧热血 梦成文十二强争霸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 油 害羞 感谢机 肚子